这绝对是个最正直的反派 捂住孔雀武的嘴 然后拖进小树林 竟然什么都没干 只是打了场决斗 孔雀武一局输掉了全部星星 而这个男人号称星星猎人 是被卡斯安排专门搞游戏的 看到给他们饭吃的孔雀武被男人击败 游戏再度切换带链 赌上星星干就完了 比赛开始 因为这个男人喜欢黑暗 我们就叫他大壮吧 这次王漾非常恼火 大晚上睡觉都睡不消停 于是就开始喷大壮 大壮表示能动手就别吵吵 直接放火烧王漾 然后捆住了王漾的大长腿 接着就抢先进攻 召唤黑暗城堡 只见黑雾开始扩散 对面场地变得漆黑 显示屏上也看不见对方的数据 不得不说真智能啊 还带自动黑屏的 游戏现在属于被制盲了 先召唤炮灰剑士试探一波 然后就被拖进了黑暗之中消失不见 果然是炮灰 面对黑暗王漾现在无能为力 行吧 又到口湖时刻了 召唤守城翼龙喷个火球 瞬间照亮对方场地 不过只是瞬间而已 大壮大笑别以为救你会恐 接着就把翼龙也拖进黑暗 游戏思考想要消除黑暗 就要先干掉城堡 但现在我干不掉 于是再度开启嘴炮 你这个只会躲在黑暗中的猥琐难 把孔雀武拖进树林什么都没干 长得这么壮你是不是不行了 气死大壮了 于是又开始火烤王漾 王漾也怕烫于是闭嘴 但是已经知道大壮心态不好 于是开始心里战 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黑暗 只要再过五个回合你就会数 大壮表示你就吹吧 你不信 看看这是什么 光之护封剑 这张卡可以照亮整个黑暗 于是王漾盖了张牌在场上 大壮你还剩四个回合了 大壮表示你的白痴 哪有把自己招式说出来的 他以为盖的牌是光之护封剑 于是打出猎卡死神 给我猎杀光之护封剑 果然游戏的笑声再次响起 我什么时候说盖的是护封剑了 大壮中计了 是六芒星束缚 死神被控制住了 然后王漾又覆盖了三张牌 盗你了大壮 你还剩三回合